第四題它說帶子裡面有三白四紅五黑球 每次從帶子裡面取一個球 取或不放過總共三次 問你說第一次取到黑球的條件下 三次都是黑球的機率 第二個問你說第一次取到黑球的條件下 三次不同顏色的機率 好 那我們這個如果叫A 這叫B 這叫C的話 A條件下B的機率 結果應該A的個數分之 A跟B交集的個數 好 那這個 A的個數怎麼算呢 就是說現在有這麼多球 這麼多球 那第一次要取到黑球 這五顆黑球 雖然都是同樣的黑球 但是你要把它當作不同的球 所以第一個 第一次是五 好 再來 那剩下兩次 剩下兩次就是變曲 剩下兩次啊 這個會少掉一顆球 所以總共還有幾顆球啊 十一顆 然後再來 又少掉一顆球 十 好 那上面呢 就這兩個的交集 就是第一次要黑球 然後三次都黑球 那交集還是三次都黑球 好 三次如果都是黑球的話 那就是第一次是 是這一個 五顆球隨便選一顆 那少了一顆黑球 第二次又要黑球 那少一顆 是不是剩下四 再少一顆 還是要黑球 剩下三 可以嗎 好 然後把它經過一番努力增長 好 聽說這個答案是 二十二 六 五十五分之六 五十五分之六 好 第二小題 那如果是A條件下 C的幾率 這個當然是 A的個數分之 A跟C交集的個數 A的個數其實跟剛才一樣 也是第一次取到黑球 所以也是五吋十一吋十 那第一次 三次都不同顏色 可是第一次要黑球 所以它一直黑 然後再來 這兩個不同顏色 不同顏色有紅跟白 所以它可能是黑紅白 或者黑白紅 對吧 好 所以黑的話 五顆選一顆 紅的話 四顆選一顆 白的話 三顆選一顆 加上 黑白紅 五顆 黑球選一顆 白色 三顆選一顆 再來 紅色 四顆選一顆 這沒有放回去 但是因為不同球 所以它都是 就是有這麼多 好 這個算一算 剛好跟它就 差一倍 所以這是五十五分之十二 就是等它乘離合了 看看這樣問題 謝謝 謝謝